這一波的這個下來 如果再繼續下去的話 到底會是什麼後果 其實這一波金江棉事件 就可以看出中國是狂妄自大 而且是兼井底之蛙你知道嗎 他們一直在認為說 現在的時代叫做東升西降 甚至中國現在可以平視 還甚至俯視美國你知道嗎 甚至那個歐洲國家 根本更不用談了對不對 可是他們忘記了說 人權跟那個勞迫勞動有沒有 要不勞動 它是屬於西方國家的一個普世價值 你現在已經清掃到 他們的普世價值之後 接下來兩端打起來 你看現在最清楚的一件事情 就中歐投資保護協定 中國跟歐洲跟歐盟國家 談了七年的保護協定對不對 好不容易談成了 那你現在一得罪之後 你覺得後果是怎麼樣 當然以前歐洲對中國跟美國的距離 是保持等距的 所以他也不偏頗哪一邊 那可是你這一次 你看清帥的你就對歐洲跟歐洲議會 還有歐盟國家有沒有 進行這些報復性制裁之後 你不是把歐盟歐洲國家 整個往美國那邊推過去嗎 那影響所及是怎樣 造成就是當初 你要像滿清末年一樣 像世界列強宣戰嘛 對不對 那否則就接下來就怎樣 新冷戰開始升級了嘛 整個圍堵之勢 包括美國包括歐洲 開始結成一氣的時候 那你整個氣氛起來之後 你圍堵之勢是不是很嚴重 好那我們再講一下 那你這一次喔 為什麼你看我們看那個網路上 他現在那個共青團 又弄了一個荒謬有沒有 對 欸我就覺得你很奇怪 你政府高層已經慢慢在熄火了 包括胡錫進 他也看到問題所在啦 他說官方一避免克制參與聲討 對不對 對 那可是你共青團呢 對啊 對不對 都在告訴你說 這個是從小 他們耳濡目染 文化大革命那時候 是誰鼓動起來的 紅衛兵嘛 對 那現在這個共青團 不就是當年的紅衛兵嗎 對不對 你老子講什麼 干我什麼事 對不對 我今天我就起來搞事 對不對 造反有理 革命無罪 我今天起來革命的話 你能怎麼樣 你大人不參與的話 我們年輕人來搞啊 所以你會發現說搞到最後 這個火一燒起來之後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可是幸好 共青團這些人的成分 就是想當官嘛 就是未來我覺得 共產黨未來的接班人 所以他們現在就開始搶出頭啦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共青團拼命搞事的話 是不是也某種心態 反映出說他對習近平 要當皇帝這件事情 有所不滿啊 對不對 我把事情搞大 反正是你大人要去處理 大人處理不好就下來啊 所以你看很多人想到說 為什麼是共青團 他們的心態搞不好就是這樣 好 那現在新疆自治區的政府發言人 叫做徐貴相 徐貴相講的話也表示說 中國大陸現在是怎樣 姿態擺得很高 可是態度現在慢慢放軟 因為一方面嘴巴還是很硬嘛 他還是告訴你還是罵你說 他現在中國也不再是1840年的 就是鴉片戰爭那一年之後的中國啦 西方列強你要來欺凌我 霸凌我一直不可能 他說中國人是不好惹的 我首先就講嘛 他們姿態要擺很高 就是威脅你告訴你說 中國人不好惹 可是真的好不好惹 惹下去才知道啊 那你反過來看好了 像香港南華早報也講 現在你抵制國際大牌的行動 對不對 可是才三天 其實中國就已經泄了氣 大家是口弦體正直啊 對不對 這些年輕人 還告訴你說電腦鍵盤上面 H&M這三個鍵盤把它拔掉 那人家就告訴你說 那Nike Adidas LV Fendi 通通拔光啦 對就拔光 那就不要用電腦了嘛 真的 對不對 所以就告訴你說你看 他們告訴你說 那個最明顯就是 中國足球協會有沒有 欸你到目前為止 那個Nike贊助他十年 那你如果真的是全民運動的話 那你中國足球協會 要不要出來跟Nike解除合作協議 對啊 我跟你解約嘛 我不用你 我不拿你的錢 我不用贊助 這才叫做價值嘛 對不對 那現在淘寶 京東拼多多 這些電商媒體平台的話 我跟你講這些品牌 到處還在熱賣 對不對 大家拚命搶啊 大家現在怕搶不到 以後萬一不賣了沒了怎麼辦 所以網友就講嘛 我們要理性愛國 不能拿外國人的錯 來懲罰自己同胞嘛 對不對 就是要買名牌啦 買沒剩沒幾個了啦 所以跟你講 而且你看 三月二十六號 Nike不是開放預購新鞋 幾分鐘之內 全部被買光了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是要付錢才能預訂 對啊 我要先刷 錢先給付了之後 我才能夠準時到時間才去拿貨 幾十萬人定 笑死人了 他們現在網路上 還PO了一個畫面 就是他們那樣 我們講說Nike的促銷活動 他說全場三折 我昨天才講過說 馬一送去我打五折 他們更狠打三折 所以就跟你講說 一天之內有沒有 貨搬光了嘛 還幫他們清倉你看看 而且他們鋸的時候 你知道嗎 那整個外面的那個 那個護欄有沒有 全部被撞得東倒西歪 為什麼 就趕快搶啊 否則搶不到怎麼辦 真的 所以就跟你講 這個就很明顯告訴你 中國人就是這樣啦 他們不是講說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他們只是說一套做一套而已 所以不吃你那一套 對不對 所以你看 講的跟做的完全不一樣 那其實說實在 我剛才一開始就講到說 包括Nike有沒有 中國大陸一直誤判形勢 他覺得說我今天市場大 我第二大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對不對 你要來跟我做生意 你要來賺人民幣的話 你就應該沉浮在 中國的腳下對不對 對不對 他們的心態就是這樣 可是說實在你看 Nike前一季在大中華的 經濟區的營收有沒有 650億台幣 而且比去年成長了51% 表示Nike你看 在中國大陸市場 是很受消費者的青睞 H&M在中國有505家的門市 他是全世界第四大的營收市場 Adidas去年 你知道在中國大陸的話 43億歐元 就相當於1439億台幣的營收 那你覺得說這些人要不要賺錢 而且你知道35號那天 不是全民開始在抵制活動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們的股價有沒有 Nike也跌了3.39% Adidas也跌了6% 對 衝擊到整體工業鏈 可是我說實在這一次為什麼 這些Nike H&M還有Adidas 他們全部都默默承受 他們也不講什麼 為什麼 他們這一次就告訴你說 他們這是一個普世觀念 跟普世價值 跟你的利益之間的一個相對抗 所以他們重新就這樣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這樣 中國大陸這種義和團式的 那個抵制有沒有 會讓全世界重新評估 未來在中國市場的風險 這個我們講過很多遍了 對不對 那以後我的製造供應鏈 是不是要繼續留在這邊 對 太不保險了 而且不是只有這個 包括成育市場也開始出現 鞋子也開始出現 這些事情的話 很多事情都覺得說 在這次市場裡面 大家重新評估嘛 對 那你說中國會不會受傷 中國覺得說 我現在很大塊對不對 可是他們看清楚一件事情 我只要撤出我的一個供應鏈 我未來在這邊的話 對中國造成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我製造業全部跑光了嘛 前一陣子武安肺炎的時候 二零二零年那個時候 多少製造業血液 都跑到柬埔在東南亞國家 尤其台商最明顯 對 他跑掉之後為什麼 那你中國留下的是什麼 留下的是變成你生產 再多的原料 你的新疆棉沒有人要用的話 難道你拿棉花 吃棉花糖吃嗎 不可能 那你接下來你看 你這麼多的原料生產之後 沒有人在這邊加工 沒有人在幫你做 那你根本就沒有成品 可以出售外銷 你沒有外匯可以賺 那接下來你看你的製造業 那你這些沒人要 甚至沒有人要買的情況之下 那你的工人就接下來就失業了 中國現在失業率很高 他們講說製造業 在中國有佔了好幾百萬人口 初步估計 好幾百萬人如果在失業的話 你覺得你中國會撞到